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刚才的演讲里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一个东西 这个词叫做技术 这个词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叫做 技术改变了最终生活的期望 什么意思呢 各位 现在很多人在下边就不接了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只是想让你们明白一个东西 不像我们拿出手机看你的手机 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 三四十年前你们觉得有个手机吗 没有 对不对 只是你们发现现在有个手机了 三十年前我们也没有网过 但是今天我们也有网过 网过 手机这些技术的突破 是都我们重新定义了生活里面的各个领域 我们重新定义了购物 我们重新定义了教育 我们也重新定义了娱乐 因为技术的突破 我们重新定义了生活的各个领域 并且我们的生活也得以为重新定义 我非常喜欢技术这个词 尽管我今天讲的不是别人的技术 但是我今天也讲的主题 将跟技术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一听到别人这个词 都觉得它可能 它可能有点熟悉 但是技术不够深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好像都是 偶尔能够听到这个词 对吧 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 我们偶尔能够听到 大学生变成赛这个词 尽管大家 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看不通的比赛 两毛鞭手在上面 对方没有 你会不会答应这个问题 对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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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既然告诉我 人生都是一种历练 但是在舞台上 人家做不得多看 也是一种历练 对不对 你觉得 这样的条件 很难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对不对 如果说再去讲其他的辩论人民 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太大关系 好像 也跟我们一点难找 只要讲一个更大的问题 辩论跟这个时代到底有什么 什么样的关系 你会发现 这是什么鬼 基本上 王完全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可是各位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辩论真的还像以前一样 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 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 面论你真的没有办法 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吗 我觉得不是 那么各位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觉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你们平常生活里面 还是刚才你们讲 拿出手机 看一眼你们的手机 不要一直在玩它 有时候你们可能被它给玩了 看一眼 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放的问题 没有固定的答案 我其实希望各位能去思考 偶尔停下你们手中的手机 尽管我相信各位的答案 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相信 你们所思考的答案里面 往往很难跟两个词脱离开来 第一个词叫做网络 第二个词叫做信息 的确在这个时代 网络 手机 电脑 将会和整个世界也是在一起 每天我问我们愿不愿意 你们会发现 只要你们打开手机 只要打开电脑 就会有海料的信息向你们涌过来 你们有发现吗 就算散了其他信息 你们会发现 也至少每条收到几口 好 可是各位 来 思考一个问题 你们的生活真的 组织的词而变得更好吗 同上一个时代相比 在三四十年前 那大概是我们爸妈年轻的时候吧 那个时代大概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他们没有手机 没有网络 他们没有电脑 当然对大多数学校的员 主要是这个业力的地方 他们很难像今天一样 接收到这么多的信息 这么庞大的信息量 他们很难接收到 同样的 他们对于这世界上很多的事情 其实都是一无所知的 可是各位你们会发现 到了现在 跟我爸妈相比 我的情况一定有了很大的好转 我们有手机 我们有网络 如果同样我们有电脑 每天我们可以接收到大量的信息 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 大概是你们微博对吧 你们可以知道很多的事情 同样 你们可以看到 知识会上的很多问题 看起来我们生活 这里有了很大的好转 同上一个时代相比 但是各位 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好转吗 同上一个时代相比 你们知道了很多的事情 可是你们有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吗 你们看到了很多的问题 可是你们有找到问题的本质 到底是出现在哪里吗 好像没有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罗尔西奥时间 前一段时间到了飞飞扬扬 对不对 我想提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在最关键的信息 罗尔有三套房两辆车这条信息出来之前 你们觉得还会有多少人的善心被利用 你们觉得还会有多少人上当受骗 我不知道 各位 这个答案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至少知道一个非常清楚的一点 在这之前 我们曾经接受过无数的信息 我们曾经接受过无数的观点 可是我们依然懂得清楚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善心依然在被利用 我们依然听不清楚问题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们依然无所知 在上一个时代 造成人们一无所知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人 不具备获取信息的能力 同样的 在上一个时代 这群不具备获取信息能力的人 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作者 可是就像刚才我所讲的 在这个时代 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 获取信息已经慢慢的 不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难点了 它变得越来越容易 打个手机对吧 很上百度 实在不行 翻了一墙 用世界的谷歌 你们基本上就可以知道 你们所想知道的一切东西 获取信息越来越不难 越来越难的是 如何去获取到关键的信息 或者说如何去处理信息 如何去分析信息 变成了这个时代的重点 而这其实也是变论的一种核心能力 批判思维 很多人总是觉得 很多人总是觉得变手是什么样的人 必须穿着西装 对吧 西装革虑拿着领带 如果说有个小几结也挺错的 可是 变手真的一定要是这样的一群人了 变成论就一定要是在变论的台上 两边的一个台子 然后 一边的人 帮不要你给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你帮不要你脱扣子 一定要是这样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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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清楚了 神在变定中 不一定 其实在我看来 任何一个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 任何一个能够去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其实 都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变手 那么 你们所理解的变手是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变论对比方的 可是各位有时候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的人才需要加入变论对比方的 第一个 他表达观点的能力不强 他不具备批判性的思维 这样的人 才需要进入变论对这个组织去进行培训 才需要去训练他这样的能力 第二个人 可能是 他们的能力要杰出他 让我们 去学会如何去表达观点 如何去进行批判性的思考 这是 可是 要知道变手 不一定要从建论对你组织造 一定要是一群从变论对你组织造的人 变手 可以是像你们一样 我完全全都没有接触过变论 但是你们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你们具备批判性的思维 各位 在这个时代 各位 分析 分析 能力 以及分析 处理观点的能力 对于我们每个个人而言 特别的重要 同样的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如何去处理海量的信息 如何去处理海量的观点 也成为了在整个社会层面 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密集 在网络上 我们从来不缺信息 也从来不缺观点 当然也从来不缺 来自像你我一样的 普通人的观点跟想法 但是各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尽管在网络上 从来不缺那些 来自平常人的 非常有趣的观点跟想法 但是我们好像都不听到的 都是来自 名人 名流 权威 或说微博大威 他们的观点跟想法 尽管你们的想法里面 也有很多价值的 可是很难被人 很难被人可以听到 是因为 就是我们的想法 不如他们有价值吗 是因为他们有名一点 所以说他们思考的 可以比我更深刻一点吗 我不觉得 我觉得 我们不能够否认 每一个中小观点的价值 因为就是那些 来自普通人的 观点跟想法 尽管他们看起来有点普通 可是恰恰 因为它根植于社会的中下层 它才能够最好的 让我明白 这个社会 到底是什么的社会 这个社会 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的观点 并不是没有价值 但是我们非常可惜的看到一点 尽管在网络上有很多 来自像你我一样的 普通人的观点跟想法 但是 却往往被淹没在网络 抛杂的一个人声音当中 在网络评论区里面 我们看到的 不是那些 往往不是那些 非常有建设性的理解跟想法 我们看到最多 就是那些 清楚办法的调查 宝宝的小情绪了 宝宝觉得 如果说你们不这样做 宝宝的小情绪是没办法宣泄出去的 同样 因为前段时间 闹得非常火热的事件 灭书兵杀人啊 你被翻案 时隔二十年 这份争议确实 是到这边太久 二十年不够 我们每个人成长 同样也不够每个人往去 但是 内书兵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 就因为他当年 弃了一辆金车 然后 就被进行枪权 这个事件 的确非常让人愤怒 的确也非常让人愤慨 可是各位 打开你们的手机 看一下你们多少文区里面 你们觉得 在网民的这种愤怒的情节里面 你们看到的最多的评论是什么 是对我国法治社会的意见跟建议吗 不是吧 我怕最多的是什么 是我觉得 当初审查案件的人都应该死 当初那些判刑的人都应该死 这些人都要不行 相询 尽管我们不否认 这些观点和看法 能够很好地让我们知道 社会大众对于这些社会事件 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 可是各位 要知道 我们实打实地讲 这些观点和看法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 可是就实际上一些 没有什么太大价值的观点和想法 让那些来自普通人的 非常有趣的观点和想法 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发生 让那些非常有趣的人 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发生 同上一个时代相比 这个时代 我们有手机 我们有网络 我们能够发生了 可是你们却发现 我们依旧不能够实现 真正异常的发生 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吗 不 恰恰是因为我们有自由 我们在发言内容上 有非常大的自由 我们基本上想讲什么 就可以讲什么 而不需要为自己的发言内容而负责 可是恰恰就是这样一份自由 摸夺了很多有趣观点的声音 摸夺了很多有趣的人的声音 那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时代发生 如果说自由的代价 真的是摸夺他们的声音的话 那我其实反倒觉得 在这个时代 我宁可不要这样一份自由 我宁可要一份相对小一点的自由 我宁可要一份相对小一点的自由 而让我们再做更大的自由 希望各位能够真正在这个时代发生 马云大长曾经做淘宝的时候 他说希望每个中小的商家 能够因为淘宝而有生意可做 那么今天我们希望可能是 在这个时代 我们能通过社会化的辩论 对于讨论内容的限定 对于讨论程序的规定 让我们能够实现更好的思考和讨论 这是我们的一个期望 我们希望辩论能够给大家 带来一点不太一样的东西 能够让人在这个时代 实现一个更好的印象的发生 我非常喜欢法尼的另一句话 The more is powerful, the more is beautiful 每一个中小的观点 每一个男子普通人的观点 都是最有力量的观点 每一个普通人的观点 都是最精彩的观点 尽管他们看起来普通 可是恰恰因为他们根植在社会的最底头 他们其实才真的具备 撬动这个时代的力量 尽管这些观点看起来 可能有点平凡 可是恰恰这些平凡的观点 才能够最好的让我感受到 这个时代到底有多么的精彩 其实各位,如果说 辩论真的能够稍微推动这个时代的发展 反而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改变 不是辩论带来的 而是每一个普通的以我带来的 辩论其实只是一个杠杆 在以前我们没有这个杠杆的时候 我们撬动不了时代 而现在我们有这个杠杆 我们发现我们好像可以 能够撬动这个时代 真正能够撬动时代的不是辩论 是每一个普通的以我 是每一个来自普通的 你我的观点的想法 只有这些观点的想法 才真正具备撬动这个时代的可能 而它们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对这个时代而讲的不一样的可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研究主题 平凡的声音最伟大 谢谢